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花爱情保卫战今天是我们一期特别节目 青芒的爱情 在我出场以前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天花青芒的爱情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爱情呢 但我看过之后我个人给他提炼了一个关键词 叫纠结的爱情 这段爱情究竟有多纠结呢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专家老师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剧的编剧 景旭峰 杰老师 欢迎杰老师 这个戏的原著张海帆 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人家都说编剧是一剧之父 两个父亲都坐在这 要让你们简单地给观众介绍青芒 到底是什么 你们会怎么介绍你们这个孩子呢 青芒这部纠结的电视剧 这个得感谢景旭峰老师和杨文君导演 以及其他的演员们 作为原作作者呢 其实我写的这部剧呢 主要集中在情节和悬疑上面 所以说这部剧 还请我们的景老师来介绍 爱情方面要景老师介绍 景老师这个剧好像从小说有到拍 你用了三件事件再改 对 改了三件事件 简单介绍吧 它的故事部分是这样的 47年我们这边有一个 共产党这边的专家 在重庆被国民党抓捕 进白山馆 然后我们这边武装营救 全军覆没 这时候危急事故呢 就派了于老师 于侯卫老师演的这个张海峰 进去营救 直到把他营救出来 那这是整个故事部分 情感部分呢 是就是张海峰 他在十年前加入共产党的时候 和他的前女友分手 分手之后十年以后 他在接受这个任务 进入白山馆以后 第一个见到的人 就是他十年前的女朋友 好歹没有忘记他 并且有一个男孩子 就是他当年的情敌 十年来一直陪伴着这个女孩 他这个特殊的任务 他就必须要面对他 因为他要需要他的帮助 所以他不得不 他又想躲 又必须不得不给他希望 然后再让纠结这个情感 他骗他的话是真话 但又是在骗他 然后直到最后 他完成任务的时候 然后他重新回到 火光冲天的白山馆 然后抱起他心爱的女孩 结局就停在这儿了 这个情感我刚才就说 纠结就纠结在这儿 爱但是又不能明着爱 对 得忍着 对 他对他信仰还在舞 关键你旁边不是 还有一情敌吗 是 那那姑娘爱那情敌吗 应该是感动 感动 但不是爱情 那个人陪他了十年 十年前的男友再回来 还有感觉 一直没有忘记他 太纠结了 你怎么忍心这么显 爱情本身就是纠结了 那么这段爱情 到底有多纠结呢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主人公的VCR 一个为了逃出去 而进来的越狱者 你是怎么进来的 和你一样 对你的任务是 带作为一个人 离开白山馆 好 一个不苟言笑的女军医 不是 喝了它 放开 我不放 为了一个秘密特工 为了执行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越狱计划 拯救小毛孔志的行动 将由我一个人 独立完整 一个人有什么办法 可以救出小毛孔志 越狱 表面冷峻 却有一颗善良和敏感的心 小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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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谁打的 谁把他打成这样的 说 他没有更多的条件 一切都只能依靠智慧 他在世界上对他最好的男人 和世界上他最爱的男人之间纠结不已 我凭什么跟你回去 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 我恨我自己 他抛弃 背叛 甚至利用了自己最爱的女人 小玉 很抱歉 我不能跟你借我 你混蛋 他就是共产党机密特工张海峰 代号青芒 面对信仰 爱情该如何抉择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这对主人公 来 有请掌声 男主人公秘密特工张海峰 代号青芒 由余和韦诗言 女主人公国民党御师 王林玉 由王立坤诗言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在剧里面的这个人物定位吧 我在电视剧青芒中扮演青芒 就是代号青芒 名字叫张海峰 面对爱情 张海峰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面对爱情其实他很正常 只不过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 他要不敢表白 他只能把他个人情感压抑起来 他要完成任务 他觉得他在白神馆越狱这个期间 他的任务是至高无上 这是他在那个生命阶段最重要 那他在那个时候利用爱了吗 有一点小利用 是小利用 对对对 今天也是小利用 对对对 因为一旦这个任务跟爱 就发生矛盾的时候 他选择了任务 利坤试演的是他的爱人 是曾经的爱人吧 是曾经的爱人 我是被牺牲的那个 就是他的信仰跟爱情 他放弃了爱情 他放弃了你 对 那你的选择是 他还是谁 在戏里 我是一个对爱情 非常执着的一个人 我依然选择他 是在戏里是吧 对 戏外对爱情也很执着 戏外 也是 也是 他在剧里利用过你吗 当然 回来都这么肯定了 最恶劣的利用是什么 比如说他要说他爱我 然后让我留下来帮他 其实主要是为了让我留下来帮他 他才说出了我爱你 是吗 不是 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他如果不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他是不会说出我爱你的 因为在那个环境下 他很正常很真诚地说我爱你 不可以 因为一旦很真诚地说出我爱你的话 反倒会害了他 但是只有就是说他似乎在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我在为了任务 我可以说一些真心话 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但同时呢 是因为任务 所以这句话也变成假的了 其实他是真的 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勾勒了一个三角的关系 对 那个人是杀艺员的 对 他对你特别好 对 他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 世界上 是在这个剧里是吧 对 那就是 如果放到现实生活来说 一个男人的样子对你是不是就算最好 当然是 一个女孩肯定特别希望有一个男孩 对他一直这么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女孩一定要喜欢这个人才可以 他做的一切才有价值 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在剧里你不太喜欢杀艺扮演的那个角色 剧里面我的爱情完全是给予张海峰的 全都给他了 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 另外一边不是爱情 是可能说是亲情 或者是感激 可是我们在看片花的时候 其实好像也有激情戏 那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吧 不是说他真心的想怎么样 他是想忘记另外一个男人 用了一种特极致的手段 因为那个男人伤害了他 伤害了以后 十年前再次碰到 他依然还要特别 特别狠心的又一次伤害他 实际上 就等于是一个对爱情特别执着的傻女孩 对 在十年前有个男人伤害了他 十年之后这男人出现的时候 他的爱情又被重燃了 对 现实生活里面女人会这样吗 你觉得 会 会 那大家会说女人好傻 就被像张海峰这样的人利用 你觉得 你觉得 剧中人的那种爱情观 是你自己的吗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爱情那么痛苦 我希望我的爱情很幸福 但是我觉得 王林宇这个角色让我很心疼 而且他的这种对爱的执着 我很欣赏 也是他这个角色特别可爱的地方 您在解读这个人物的时候是怎么解读的 我觉得张海峰 我对他的解读 我觉得他很正常的一个男人 他甚至情感很丰富 很敏感 只不过在那样一个特定的身份下 他要把自己扮演成一块铁 让自己没有温度 让自己冷冰冰的 让自己麻木 也让自己抗击打 实际上他内心还是很热的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他却会追求 如果在信仰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会选择信仰 对 生活里您的爱情观是这样的吗 我的爱情观不是这样的 你的爱情观是为了爱情可以放弃 我的生活当中 爱情就是信仰 信仰就是爱情 我信仰爱情 那正好说到这儿了 拍戏有合作 私底下对于老师有了解吗 我不敢说我了解他全面的 因为每一个人我都了解的不全面 对 你看到的那个侧面是一个什么样的 每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都是片面的 对 你看到的那个是 我看到他的一面很好啊 比如说工作的时候非常执着 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他想要的 或是欠缺一些东西 他一定要把它追求完美 在生活上可能 其实他 我感觉他是 没有戏上那么精明的 就在戏里老谋深算 对他对戏他很有想法 很较真 其实生活很随意 而且可能生活中 还比较顾及别人的感受吧 他顾及吗 真的真的顾及 余老师你是一个顾及别人感受的人吗 我是顾及的 我拿一件事情来说 我觉得您并不顾及 你了解他的历史吗 我是80后 他是70后 至于70后的事我就不了解 我太关心了 这已经摘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爱只在距离 这个 余老师在家里是老九吧应该 对对 是老九吧 是老小 对 老小 考学的 我知道 你知道吗 对 因为他让我猜过 你猜我们家几个孩子 他这样让我猜 我就想肯定很多 我就往多了猜 他说了好像是好几个 对 是好几个 我们让余老师回忆童年往事 就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当时我原来学的专业是音乐专业 到小学当音乐老师 后来我就不想去当音乐老师 因为我音乐没学好 我怕无人子弟 后来我都考到 正好那年我们当地 辽宁省俗生市话剧团 到我们学校去招生 我就考过去了 我觉得应该这个算是 从事这个工作的一个开始 好像据说妈妈不是很同意 我妈妈不同意 是我考到俗生话剧团之后 待了不到两年 我要去考大学 到考上海西医学院 对 考上了大学院 后来就考上了 但是当时我妈是不同意这个事 就是不同意我离开家 到上海去上大学 她会觉得现在工作已经挺好 你再去折腾我们 你再去折腾上大学 问我几年 我说四年 你四年就别去了 为什么 她说你四年回来 你这个妈还有没有 还两说 你不能去 因为我妈妈她四十五岁生 我年龄比较大 所以她就说我都老了 舍不得儿子离开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 对 也就是说在您走上演艺这条路的时候 一开始碰到的困难 实际是一个倾情冲突 对因为我觉得我妈她的理念不一样 因为她岁数比较大了 她会觉得我的儿子不能走太远 因为她比较疼我 走太远了会觉得没招没落的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要去闯一下 父母给了我生命 把我生下来之后 我觉得他一定是希望我快乐的 那么这种追求的让我快乐 我觉得我要选择我的快乐 所以就去选择了 对对对 后来跟妈妈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对对对 其实我跟她有一点点一样的就是 我当年也是要留校当 但是不是音乐老师 要当舞蹈老师 然后当我当了老师以后 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的东西不够 我觉得我真的是在误人子弟 所以我也去考学了 你也是考学 也是这样 对 学音乐的 是吧 这一说是要当舞蹈老师的 我说 那我们听音乐老师怎么唱歌 看是不是误人子弟 是自己觉得误人子弟 还是实际是一种谦虚的表达和表述 大家想不想听 来 欢迎一下 有请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想想想着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那人一样的孤独 拿着你给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条街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我们回不到那天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挥手寒暄 和你锁着聊聊天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看看你最近百遍 不再去说从前 世事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谢谢 很多女孩子眼睛都听直了 我都听直了 你也听了 唱得怎么样你觉得 非常好 因为我们私下里 专业吗 我觉得她特别有那个 特别有那个份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知道她专不专业 因为我也不专业 但是我觉得她非常有情感 对 没有 其实我这有点紧张 因为很长时间 没有在这样的一个 氛围下唱歌 学舞蹈 跟妈妈有冲突 是北舞的是吧 对 北京舞蹈学院 那你应该是最专业的咯 学什么舞种 民族 中国舞 中国舞 民族 还有古典吧 主要是民族 好厉害 来几段 我就不行了 因为不想唱歌的 来 鞋跟太高了 要不想唱歌 完全是地盡的 喂... 他有東西也不會 好 鞋也不行 謝謝鞋也有進手了 那個藏族的舞蹈 維族的舞蹈 猛族的舞蹈 都是特別有特點 而且那個拿勁是拿的不一樣的 對對對 是吧 我覺得很棒 真的很棒 對 我覺得 剛才看得很入神 他特別專業 我們倆剛才在看的時候 余老師就 我腿是微張 對是微張 真的很棒 還喘嗎 還好了 跳舞和演戲哪個類 不一樣 其實學舞蹈很辛苦 他可能付出的太多 收穫的太少 有很多舞蹈演員 我覺得他們流了太多太多的汗水 像您學舞蹈 然後余老師專業學過音樂 人家說一多不壓身 是不是都有幫助對演戲 有幫助 一定會 因為 藝術 它都是相通的 在感覺上 都是相通的 兩位從情感 談到了自己的現實生活 談到了自己 在藝術道路上的一些小點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這個劇的編劇們 對他們的演藝的情感 有怎樣的看法 他們又怎樣解讀這段情感 來 進入 邱比特奔券 那兩位 那兩位 編劇 對他們倆的這個表演認可嗎 這樣講吧 我想講對余老師的印象吧 在05年的時候 我很討厭這個人 我非常討厭 因為那天我看了一個電視劇 一個歷史的天空 對對對 很多人都看過了 對萬古碑這個人 我當時恨得牙根牙牙 大法 甚至把他揪出來 打得有點 然後我印象最深的 但是那個 就是裏邊就演得太壞了 那時候我還能寫 我第一本小說 還沒有開始從事編劇 對於人物啊 刻畫啊 就是還不是很深入的了解 後來我知道了 那個其實是遇到 演技的經驗 所以就開始找他來 他說我腦袋 還帶有那樣的印象 那之後他真正演 我在健身器上 看到他的表演以後 尤其後來我剪片裡的時候 看到整個以後 我當時是那樣想的 我說有一句話叫 生子當如孫仲某 對吧 那就是生子當如鄭海峰 就是他演出的那個鄭海峰 就那樣的男人是有力量的 余老師自己看那個戲的時候 他好像是這輛子自己演的戲 第一次看自己演的角色看哭了吧 對對 有這個事吧 您看自己的戲哭了 因為我看了一些一段 沒有時間全部看完 看了一段 我沒有想到 我會感動了 就其實看自己的戲會很奇怪的 看自己戲有時候會覺得 會怪怪的 很難投入進去 但是我看了青芒 說實話 我實在在講 其中一段戲 我眼眶濕潤了 這個是以前沒有過的 這個其實就是說 演員和編劇 包括導演都下了勁了 對對 可能完全投入 在跳出來看的時候 以前只是在戲中流淚 比方說 我在去塑造角色 在拍的時候 我會去 眼淚流下來 我才去塑造這個角色 去看他的時候 去欣賞的時候 會比較理性 但是這個真的是 讓我很感動 江老師 王力宽這個戲演的怎麼樣 這情感丟個演的怎麼樣 王力宇這個角色 是我的夢中情人 等等啊 你的夢中情人 對 你是說這個角色是吧 我寫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就把我當我的夢中情人來寫 都是有 刀海中都是有鮮活的形象 那個叫 那個劇中人叫海風 張海風對吧 您是叫張海藩 對 就是 那是個夢中情人的樣子 所以我期待有一天 王力宽叫錯名字 什麼意思 不是開玩笑吧 那個 你是喜歡那個角色 還是說他把那個角色 演成了你要的那個人 他恐怕已經分不清了 我現在已經真的 我已經分不清了 因為 王力宽演王力宇這個形象 演得太好了 然後在我的腦海中 以前還有點模糊的形象 現在已經就是王力宽的形象 有點模糊的王力宇形象 就是王力宽的形象 所以說 一般元素都會比較挑原的 但是 能夠讓我覺得兩個形象 想像中形象合一 足以見 王力宽在這個劇中的表演 是多麼的大動 他剛才說那段話 什麼意思我沒聽明白 因為戲的效果不懂什麼 又融合成一個人啊 又怎麼 我也看得清楚 什麼意思 我聽明白了 你聽明白了 就是說 那個 他最早在寫這個王力宽 這個角色 就是把他當成自己的 夢中情人在寫 那麼現在呢 王力宽老師塑造完成之後 那麼這兩個 合一了 合一了 就是這些 就是您二位還滿意嗎 就是他現在是您的夢中情人 您老師說 是這樣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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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海藩的 張海藩的夢中情人 應該是王力宽這個樣子的 那我說說王力宽的表演吧 就是 印象 王力宽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在我腦袋 就是翻著跟頭進來的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看的第一部戲 是五號頭公主亮相的 就是翻著跟頭打著手槍 一個 一個彪悍的 一個 那種 打女 女俠 然後就來了一看 我說這個 行嗎這個 這個 這個王力宽是比較難演的 難演在哪兒 就是 他身上有 身上我們絕大多數 絕絕大多數 在大陸地區 我們那麼遠遠 很難演出來的東西 就是清純 清純 張藝謀在拍那個 《山大多數之戀》的時候 就是 《靖秋》就很難找 因為很難找 那麼清純的人 王力宽是很清純的 那王力宽呢 他其實本人就很清純 他本色表演 所以他演得特別好 所以我的接上去 也跟導演在討論 就是王力宽的戲 怎麼樣怎麼樣 我沒有拍了什麼 就是說他真的是把我王力宽演出來了 就是我們心裡那個王力宽 就很難得 就是 他眼睛裡有那種乾淨的東西 大家看就知道 在這個劇裡頭啊 他們那個表演 在本子上面有改嗎 還是就是真的把那個本子執行 還是改動 俞老師改了很多 然後那個 我後來在全劇終了的時候 我下了一個結論 就是俞老師的改動 我認為基本上都是對的 因為我最後一天 我最後一場寫的戲 是在上午十點鐘寫完的 第二天殺青 那場戲是俞老師從 基本上進來就開始要求我 說能不能這樣 能不能這樣 我就一直拒絕 拒絕到最後殺青線 一天 最後頭一天馬上說服我 然後寫了那場戲 出來一套 然後到最後剪輯的時候 姚恩君是要把它拿掉的 後來我堅決拿回來以後 特別漂亮 這十年前的故事第一場 就是火柴華亮照亮 十年前 你年輕的臉 就那一場戲 謝謝 謝謝大家 余奥先生們看這個時候 本人都會被這個劇感動 投入了很多 這個戲應該特別期待 為什麼期待呢 男女主角都特別有特點 演技又很好 所以一個原著看完以後 已經把夢中情人鎖定了 這個就很可怕 這個演技好到什麼程度 這好可怕的 然後男一號會跟編劇一起 在拍的過程 五十集的劇呢 拍的過程當中 還要修很多場的戲 我真覺得可以期待 我們來看一個片花 看看他們倆那個對手戲 來 好糾葛的一場戲 很多觀眾可能對這段戲的前情 後面不太知道 簡單幾句話 把剛才這句話介紹一下 他在他的整個行動中 必須要利用白山館的軍用力 所以呢他只能有時候 給他一點點感情的希望 然後他後來重展感情以後 他把他救出白山館了 把他民婚帶出白山館 他一醒來一看 哇 朝天門碼頭 一想 壞了 我說 任務還沒完成呢 然後有了這段戲 對 深深的傷害了 對 他必須得 然後 壹老师 我把這段戲 結果重新改了一下 好 就是 誰讓你們倆中午 沒有請我吃狗骨裏包子吧 所以你們不能够對我 所以這段戲你們必須得 按照我身上的協議 發一下 詞全改了哈 我們就不看 我們就看現場吧 演吧 我們也不知道他怎麼改 好 好 這麼背得起來 拍攝的時候 現場其實也有一些 這種飛夜的手 是 而且現場演的時候 也會有現感 有一些飛夜 對 這種在拍攝組叫飛夜 飛夜 但此飛夜非常雷 太期待了 開始吧 我讓開 你們倆近點 雙雞一路 三 二 一 好 開始 來 怎麼了 我可以演一個別的版的嗎 不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為什麼呀 別問為什麼 我就是不能 那你想去哪兒啊 我要去 吃狗骨裏包子 你要去吃狗骨裏包子 對 我這次去天津 就是來吃狗骨裏包子 所以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為什麼呀 你為什麼非得吃狗骨裏包子呢 不為什麼 那你就不能跟我一起去吃 十八街麻花嗎 不為什麼 我就是不能 等等 你回來 那個 張艷鳳我告訴你啊 你今天 你跟我走也得走 不跟我走也得走 你這段時間你做的一切 你都證明你心裡想吃的是 十八街麻花 你怎麼就愛吃狗骨裏包子們呢 你告訴我 你就說你十八街麻花 對不對 對不起 你誤會 我只愛吃狗骨裏包 真的嗎 很厲害 編劇很厲害 其實就改了一個關鍵點 整個的劇就變了 對 那我就想知道說 在整個這個戲裡頭 有沒有那種酷刑戲 因為是監獄嘛 白山館呢 首先這個場景是搭出來 但是是按一比一的那個感覺搭出來 而且看上去視覺效果 全部都是那種大青石 非常揭目可摧 而且它裡面最可怕的是各種酷刑 在張海峰前幾場戲 你剛進到白山館的時候 重標就說了 說這個 我讓你嘗一嘗白山館 什麼七十二道酷刑 一樣一樣讓你嘗個遍 你害怕嗎 然後張海峰當然沒害怕 後來就一樣一樣的 就底涼了一下 大家想七十二度酷刑在等著呢 剛過完酷刑了 一個自己愛的女人把她帶跑了 帶跑了居然還想往裡回 這心裡得多究極啊 就剛才回到了剛才那場戲 也是金老師現場給改的 十八街的麻花和狗馬里寶子 給我們做了一個特好的宣傳 那接下來我們要聽聽那個旁觀者 旁觀者的一件 參與這個戲的其他人 怎麼看待他們之間的情感究竟 怎麼看待他們這部戲 來 旁觀者清 今天的旁觀者清 我們讓景老師給介紹一下 來的這位演員吧 就是姜老師 在我們戲中 應該她是最重要的這個角色 因為張海峰 九死一生 把她救出來 也就是為了她 她這個王靈雨 就王靈波受到了這個 所以你應該恨她 你今天轉移了 我才找到真心 我也知道 我今天我才知道我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原來那第三者是 是 焦聚祥老師 焦老師在這個戲裡面是因為 要去營救你 所以進的這個白山館 對 然後由此展開了 就是挺關鍵的一個人物 對 酷刑您受過嗎 呃 剛才那個誰 余老師說過了 72道酷刑那編劇寫出來的 他是差不多受過了 我是挨個受過 對 好 我們看看焦老師的一些 劇中的一些介紹 然後我們要把他請來講講那些 挨個受酷刑的感受 來 請看VC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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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化學 是在蘇聯讀的 這個受刑前受刑後啊 這已經是不知道多少次的受刑了 這是之後啊 對 這個最後這個鏡頭是 最後真的被發現了以後 最後是無奈的 這樣暴露了 身份被揭穿了 對對對 剛才老師們講到了說 真的要受刑 你真受刑了嗎 對 實際上拍戲的時候 應該是 就像余老師講的 大家是有 準備的 甚至有些保護的 我們這個組其實是非常 非常好的 非常嚴謹 剛才說那個 整個搭建的那個景 也都是一比一非常真實的 所以呢大家其實是做的 非常好的準備 比如說我們編行的時候 是裏頭有保護衣的 但是當時因為非常地悶熱 然後那個誰 錦老師知道 現場也有很多的改動 所以呢大家都在忙 那一天是把我調上去以後 然後就在那擋帶 因為有些都是需要改 當再回來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所有人可能都擋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再回來再開始的時候 大家精神特別集中 然後特別努力就開始了 然後打我的那個群眾演員 就非常地投入 他使勁 然後進行過來 他就非常的努力 然後甚至就 我就飛起來 然後那個辮子 就打上去了 我是調度的 調度的時候 實際上這個地方 保護到這兒嘛 上面沒有保護到 一辮子過來 我就覺得這個地方 有一塊肉給 嗯 給拿走了 肉被帶走了 對 所以我就一聲慘叫 我說你真打呀 然後他聽到了 覺得是 你要真打呀 所以他有十張眼 我真的就受了 然後我一直在掙脫掙脫 但是是鐵的鏈子給綁住的 掙脫不下來 當鏡頭真的過去的時候 我下來的時候 已經就是蹲在地上起不來了 我相信那條導演 一定特別滿意 所以那導演過來非常激動 說鏡老師演得太厲害了 然後我就說一句話來 一直跟著那兒 然後當時因為導演說 看我站不起來了 說到底怎麼樣 然後叫人過來檢查一下 衣服脫下來以後 那個地方真的是流血了 當時非常熱 然後出汗 那個汗不斷地在那個 在那個傷口上流過 就一直那樣堅持拍下來 不容易啊 所以這個戲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包括魚老肉那個酸滴稻 那麼熱的天在這個地道裡邊 那個汗實際是不是貼在身上 全都霧在 霧在地道上 在褲腰上 對 全霧在那 所以他要那個 他要哈著腰去 對 所以出了汗之後 你站起來拍完了 你看這個上面沒有汗 乾乾的 但你發現褲腰的全部都是屎 它順著身體就流了 是真挖一條地道對不對 對 它那個是地下管道嘛 大概只有這麼高嘛 就是大概90公分左右高 在裡面穿行 那個是最可怕的一個場景 對 而且拍了很多天啊 很多天一直在那樣一個 矮個東的那個狀態裡 你這個那個那個特別可怕 是 吃了這麼多的苦 你怎麼看待在劇中這段情感啊 我 我特別想對王玲宇說一聲 對不起 我真的今天才知道 我是那個第三者 因為你真的 對不起王玲宇 我是無意的 我是真無意的 我不是故意做第三者的 但是我是 對 但是 因為當時拍的時候 我是完全和他們的情感 不交織的那一種 我是完全 因為他們負責愛情和眼淚 我負責流血和受傷 是這樣的一個部分 但是後來 看了一些片段之後 我確實是被他們那段 凝巴的愛情感動了 就是我真的是 也是看得流淚了 對 據我們說了這麼多 相信現場的觀眾 一定會有一些 大家的一些想法 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問的 就問三位老師 包括我們的編劇老師 都可以 有人有問題嗎 來 給他一個話題 余老師您好 您好 就是大家對您在三國中 實演的劉備 都非常熟悉 我想問您的是 就是劉備和張海峰 這兩個角色 哪一個更難掌握呢 可 你是粉絲嗎 是 我和我媽媽都是 你是粉絲啊 這怎麼像余記啊 這位師們的好 我覺得這兩個人物 都很有難度吧 劉備 有劉備的難度 就是說她是一個 一個名著當中的 大家家一戶小 這麼一個人物 我覺得要有自己的理解 和創新 同時又不能出格 讓大家認為她就是劉備 我覺得張海峰的難度在於 就是說她在形態上 是我沒有碰到的一個角色 她話很少 但是她場次很多 戲很多 那麼在這個狀態下 就到處都是你的戲 那麼她這個人物 內心又充滿了 這種矛盾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演員應該怎麼做 或應該怎麼去尋找 在表演上的一個釋放點 這個釋放點 就是為了讓觀眾 看得明白 看得清楚 她的感情和內心 我覺得這個是個難點 謝謝 我想問一下立坤老師 在生活中您是更容易接受 您愛的人呢 還是愛您的人呢 我希望我愛的人 愛我多一些 這個滿意嗎 只是滿意這話 我們怎麼解釋 理解 我當然希望有一個人 對我特別好 然後關心我疼我 照顧我很愛我 能夠接受我的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同時這個人 也必須是我愛的 我不能是沒有感覺的 只是你愛我就可以的 多一些怎麼理解呢 多一些就是 因為女孩嘛 在家裡可能會有一些任性 有一些撒娇 男的應該去多包容一些 但是在外面可能 我覺得我會 會要事大起一些吧 好了 下面是黃金六十秒 實際是讓三位 跟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來說這部劇 讓大家來看 來 讓我們一起進入 黃金六十秒 請表白 大家好 我叫焦俊祥 在《青盟》這部劇裡 我扮演我黨 《反讀器專家》 劉明義 代號 《小貓》 《青盟》是一部 關於信仰與情感的大戲 在親情 愛情 友情面前 你總得抉擇 那麼 那麼面對信仰 情感 需不需要抉擇 這是我和你一起 在劇中期待的 《青盟》這部戲 編劇 編劇 非常非常地棒 導演 非常非常地棒 演員 非常非常地棒 到點了 你一定要看電視劇《青盟》 好 好 一二千 電視劇《青盟》 是一部非常精彩的電視聯繫劇 是一部非常有特質的電視劇 我在其中扮演樂譽者張海峰 我相信 他一定會帶給你很強的懸念 會讓你欲罷不能 在整部的電視劇當中 我相信 你會有一種歷險的感覺 同時 他情感部分也非常精彩 非常地讓人心痛 總之 我是被這部電視劇感動的 這是在我們的一些電視劇作品裡面 不多見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關注他 喜歡他 謝謝 謝謝 《青盟》這部戲呢 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部戲 我希望 喜歡我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 喜歡余老師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 喜歡我們戲裡其他演員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 我保證 青盟一定會給你們每一個人驚喜 我看以後會完全不一樣 總之就是要讓大家一起去看 因為是一部好劇 來 我們這很殘忍的 你們說了這麼多 在座的觀眾會不會期待呢 我們有實時表決系統 來 各位拿起手裡的表決器 你們是期待呢 還是期待呢 來 請表決 不期待的 來 有12.20%的觀眾朋友說 我聽了 我看了這個節目 我覺得不期待 知道為什麼嗎 缺人 有人還沒拉票 還有12.20%的朋友不期待 是因為主要的劇本 兩個寫劇本的人都沒說話 你們得把那把火補上 就是生父才說 生父說 說完養父說 一個成功的作品 大概100個人喜歡是現實 正是因為它有遺憾 有一部分還需要更加完美的地方 才讓這個劇裡有更多的話題 和更多的爭論點 然後我希望從這個劇裡透出來的一些信息 能夠帶給大家 從自己的不管是愛情生活 包括自己的信仰上 能夠帶來自己一次心靈的震盪 所以說我覺得我對這個結果 我是很滿意的 感謝投票 不期待的那些朋友們 給了我們更多的動力 謝謝張凱芬說的就是 你寫一個東西很難是百分之百的 我們都喜歡 我們和張凱芬呢 就是 非專業人士 可能我們跟專業人士最大的區別 就是我們寫的東西 會更貼近我們的觀眾 就是我主導大家想要 因為我也是大家 我相信可能更多人會喜歡 謝謝 另外我想說一點就是 張老師剛才那句話其實挺感動我的 正是因為有了不期待的人 才能夠讓我們去完善 那我們不希望所有人都期待 喜歡這個劇的朋友 請你鎖定天津衛視 明晚輕盲大戲上演 我們祝他收視長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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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